欢迎大家加入新闻早餐会 我是节目主持人曾武清 武汉新型的冠状肺炎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SARS 那么目前元宵期已经过了 大陆疫情没有看到缓和的迹象 也没有看到专家预估的转折点 至于在国内 真的要帮我们的防疫人员加油打气 目前为止做得相当的不错 但是因应疫情的发展 这个病毒的特性 现在一一被揭露 我们要注意哪些地方 今天要连线的专家是 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的理事长 同时也是台大医院的李秉颖医师 医师早安 大家早 武汉的新冠肺炎 在中国大陆已经造成超过900人死亡 这个数字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是超过当年SARS在全球的死亡人数 但是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紧张 因为目前针对致死率的观察 新型的冠状病毒好像没有特别凶猛 请教医师的看法 就是SARS跟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SARS的病毒它是重症比例非常高 几乎所有的感染以后都是被人重症 它死亡率也比较高 但是因为它重症的关系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去辨识病犯 然后就家里隔离 所以SARS虽然死亡率比较高 但是它比较没有办法扩散出去 它就是经过我们的检疫 加上后来到了夏天以后 它慢慢就消失不见了 那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它轻症比例是蛮高的 那一开始在疫情的起源的地方 我们知道说它大概很多轻症都没有去做隔离 也没有去做检验 所以后来的疫情就扩散很快 所以它虽然死亡率到目前为止 大概是2到30间 但是因为感染的人数太多 那个轻症到处走 扩散的速度很快 它扩散的速度就有点像流感一样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说哪些人得到 哪些人不得到 那所以变成说它虽然死亡率 第一但是死亡的人数却很高 因为它人数累积的太快了 就是说它虽然死亡人数比SARS来得多 但是致死率目前还是比较低 那么目前这个死亡人数会增加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医疗资源不够 然后早期没有做好有效的控管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对一开始他们就是说 他们要做这个冠状病毒的检验 必须要上级何可 这就是莫名其妙的规定 那这种规定就限制了医护人员 去做检疫的一个能量 它可能就是变成只有特殊严重的病例 才会去做那个检验的工作 那很多亲身的病人 或者甚至无症状带病毒的人 就这样子 没有被隔离 没有被发现 到最后 最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是 大陆所有的地方都在射击感染 是 好 李医师 现在中国大陆他们面对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 虽然封了城 但是没有办法阻止跨境的传播 然后春运把病毒带到各个各地方 那现在年假结束 他们要回到工作岗位 这个是不是又增加 这个防疫上面的困难 对 他们已经当时都是亲证 已经没有办法辨识的经营之下 他们有在复工的时候 恐怕 说不定他的那个疫情 还会再继续上升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冠状病毒 它是比较适应 那个秋冬天 这种天气比较冷的机会 它传播率是比较强的 那那个你你没有办法把握 把握住离病的病犯 然后还继续工作的话 两个人之间接触频繁 的确是风险蛮高的 那通常我们在 那个限制一个疾病的扩散 主要就是它的发炎地 必须要能够限制住 那我在大陆现在已经前进扩散了 它已经没有办法再限制住了 那一开始的那个扩散 不只是春运的问题 我想那个武汉封城也是一个很可疑的做法 对 因为武汉封城的时候 它并没有马上封 而是先预告说它要封 然后让大家逃出去 结果500万的 差不多500万个市民 就跑到外面去散播病毒 是 这个是非常的奇怪的一个措施 那所以我觉得它的封城反而是 加速了那个大陆这个冠状病毒的一个扩散 是 好那其实现在针对这个疫情的防疫作为 我昨天有注意到一个消息 就是从那个中国大陆他们传出来的 关于这个肺炎病毒的一个传染的方式 传播的方式 本来大家以为可能是透过这个飞沫 或者接触 所以大家戴上口罩 勤洗手 也许就可以防范 现在传出可能会经由空气传播 如果说真的是借由空气传播的话 是不是在防疫上面是更加的棘手 对 如果是空气传播的话 那我们就 我们所有的检疫都会失效 对 因为那个我们所谓的飞沫传染 就是从我们的呼吸到出来的一些 小水滴 它的直径大概只有几个微米左右 那它有重量 它会掉下来 它的有效传染范围不会超过两公尺 所以你如果没有跟病犯近距离接触的话 是不会得到飞沫传染的 那空气传染的东西是一个更小的颗粒 你肉眼是绝对看不到的 然后它就会在空气飘 因为它掉不下来 飘飘飘的话就是 所有的人都是会得到感染 也就是说如果电影院有一点感染 你即使没有坐在临座 你也会发病 那你在一个车厢里面 所有车厢里面都危险 你对口罩也不一定有用 那这个空气传染只局限于非常少数的一个传染病 像结合病 结合感菌它会在地上 你那扫地啊 把那个细菌这样扫上来的话 它不是飞沫 它是小小的颗粒 飞沉的话 它就可以在空气停留很长的时间 又像那个碳居热 以前用生化武器的那个碳居热 它是包子 它也不是飞沫 还有像退伍经年症 它是那个中央空调系统 如果有污染的话 这个细菌就是 那个空调系统的空气就这样散出来了 一整个那个环境 一整个那个建筑物的人都可能会得到感染 那至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我们可以想见说 它就是跟流感啊 这些感冒一样嘛 它就是从我们病患的 那个呼吸道出来的一些口沫 飞沫 它怎么会空气传染呢 所以那个大陆这个讯息是 完全没有根据 有点那个 会造成人心惶惶 对对造成这个原因 那个我们不必去重视它 是 好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回过头来 来关心国内现在最新的状况 而出现了18例的一个确诊病例 好这是一家四口 夫妻呢 一次在香港转机的时候 他们后来到意大利旅游 然后就被感染了 然后传给大儿子 那么现在连小儿子也确诊 可是小儿子被咽出来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所以李医师 那代表很多的患者 如果是轻症 可能自己他也没有意识吗 那么这个到底会不会发烧啊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确定病例里面 绝大部分会发烧 也不是百分之百会发烧 对 那你如果是重症病例已经肺炎的话 那当然都会发烧 对 所以那个五号肺炎 本来就会有很多轻症 那我们本来有预计说 应该会有很多无症状的感染者 从那个资讯看起来 我们本来就发现说有些人可能是在他没有症状的时候 没有发烧没有呼吸到症状的时候 就传染给别人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至于为什么有的人会生病 有的人不生病 牵涉到两个因素 一个是你接触到病毒的量越高的话 你的发病率越高 然后你的症状也会越严重 就是你比较容易得到肺炎 另外一个是体质的关系 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的免疫功能相当复杂 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感染症 他的抵抗性不一样 那有的人可能基因的那个遗传方面 他免疫系统就是对付这个病毒比较 那个有效率的话 他可能就不一定会发病 这个就是那个冠状病毒跟SARS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那现在如果说当发烧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判断的一个标准 判断的一个指标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造成这个防疫上面的缺口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地方现在都是以发烧作为一个筛减的一个标准 是的 如果是说那个我们出现一个防疫缺口的话 只要有几个病人进入台湾的社区 没有被掌控到的话 随时我们可能会发生那个没有明显传染源的社区感染 这个就好像是流感一样 你看流感我们也有很多亲症或者是没有真正感染的病人 我们不可能是藉由检疫的方法去阻止国外的流感进入台湾 这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让他不要登陆台湾 但他都是掌控在那些游客接触者 然后他就是14天的掌控里面 他就没有机会散播到台湾其他人 一旦有任何一个防疫漏洞 我们台湾就会有危险 所以我看最近我们有些民众就是不配合防疫的一个建议 到处爬爬走或者是填甲子要做点东西 其实都是对台湾来讲非常危险 一旦有一个破口 那个破口是很难堵住的 因为他的亲症太多 你赌都不知道怎么赌了 所以大家不要心存侥幸 一定要确实的做好隔离或者自我管理 现在在北京这边有传出一个消息 说他们出现在採检的过程当中 前面三次利用咽喉柿子的核酸检测 是呈现阴性 结果后来是经过肺泡灌洗检测才确诊的病例 那医师这个算是病毒的隐匿性吗 就说他很难被採检出来 目前有这个趋势吗 这个採检的阳性阴性 只要牵涉到几个因素 那个检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它不像一般可冒 它不太会攻击我们的上呼吸罩 所以它那个比如鼻水 喉咙痛的比例比较少 它直接就跑到气管飞部去了 所以你说那个肺泡的惯洗 但是拿到的是最深部 被上最深部的检体的话 它的养性率会比较高 那如果是做烟火的裁剪 或者是鼻咽的裁剪 病毒量比较低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测不到这个病毒 但是并不表示说 他身上没有病毒 好目前国内还关注的一个消息 就是保瓶星号的邮轮 真的是庆幸的 全部都呈现阴性的 他们也可以顺利的回家 但是另外一艘这个钻石公主号的情势 不容乐观 因为他们在这个船上 确诊的病例越来越多 也传出他们曾经停靠基隆 然后也不知道这些确诊者 是不是有下车油片北北基 那么到底这个医生 那现在这要怎么掌握呢 会不会带来感染呢 目前的防疫重点 还是在避免造成社区的群聚感染吗 对就是前面那个钻石公主号 他有旅客就是有那个旅游的很多地方 然后后来他们这个下船的人 其中有几个后来被假装是确定病例 那我们现在不知道说 他到底有没有机会会传染给台湾的民众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如果他在旅游那一天的时候 就传给台湾民众 因为他是这个冠状病毒是轻症很多 他要不自觉之中可能会继续传播 一传二传四的话 马上可能台湾会出现社区感染 但是我觉得说 这个还要再观察 因为虽然说他们下船的人 后来有确定病例在那边 可是他下船的时候 说不定他还没有症状 或者说他身上的那个病毒量比较少 那我们那个台湾的民众 包括那个做生意的人 如果跟他没有密切接触的话 说不定还好 至少我们那些计程车司机什么 我们有掌握到一些人 有在观察之中 那如果说经过14天以后 我们都没有发现什么事的话 那么大概就 这台湾不一定会有很明显的影响 好 医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 也有网友在这个留言板这边 他想要询问医师 如果说怀疑自己得到这个冠状肺炎的话 新冠肺炎的话 他到这个医疗院所要如何取样啊 这是他一个提问那医师的一个回复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如果是有肺炎的话 我们对于那个病毒裁剪最适合的简体是糖液 就是你要咳痰出来做检查 那如果你没有糖液的话 就是我们会弄一个棉花的绊子 然后在我们的鼻咽部或者是在我们的口咽部 就嘴巴张开在烟火的部位做擦拭的那个动作 然后去做那个分子检验的分子分子那个检验的去测 有没有冠状病毒 那通常这个在如果检验的检验是能量过的话 应该是一天之间会有结果 但是我们是呼吁说不要不要随便要求 你如果没有理由时接触时的话 不要随便要求去做这种检验 因为我们台湾检验这种分 那个病毒基因的那个检验设备毕竟有限 处理的能量有限 我们还是以最有风险的那个感染病患 为优先做检查 是 不管如何目前国内在防疫的作为上面 真的是还表现的相当的不错 也要持续为这些辛苦的防疫人员加油打气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打赢这一场防疫大作战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只能跟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的理事长 台大的李秉颖医师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李医师呢 专业的说明 谢谢您 谢谢